听见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风轮我们先来看到 因为最近的一个融资 我今天早上才帮大家算 融资的减幅 其实在6月以来 已经超越了大盘的一个跌幅 目前的融资余额 2140亿已经跌破了去年 5月低的一个水位 融资维持率也降到了142.5% 这是创下近一年的低点 那最近呢 比较弱势的是在钢铁啦 光电还有航运股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逼近了 130的一个临界点 那最近像是运输股 其实融资减的幅度 真的很快 本周就减了7万张 仅次电子股 不过现在有时候融资杀过头 会不会让大盘也开始出现 跌无可跌的一个发展 刚刚看到呢 这大盘一度跌 百点过程里 很多的一些龙头集团股 开始挺成而出了 像我刚刚所点到的 这个玉龙集团 我们现在又提醒过大家 玉龙值得做注意 近期的一个拉回 你都有提醒大家 还是可以做注意 投信外资同步再买 还有人讨论 玉龙有没有可能会复制滑星 四月份的走势 你看故事有点像 包含了他们在冲刺电动车 简单题材 外资投信开始出现了投买 而且买超加速的味道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怎么看 我想整个的一个玉龙在我们五月份 跟大家报告 当时候刚刚爆量突破季限之后 我们趁它拉回的时候 在五月十九号跟大家报告 当时候价格大概四十二元左右 我们一路跟大家坚持说 它要发展新能源车 然后十月份它就要正式可以预定汽车 明年中就可以交车 那它跟鸿海合资 然后第一季我们做一个比较 玉龙因为它已经转型成功 而且前两年有经过减值 第一季赚2.12 鸿海也赚2.12 但股本大大不同 那他们所合资的这鸿海先进 玉龙又占了49% 所以对于玉龙来讲 这个电动车的一个价值会非常好 那再加上说 它本身第一季就赚得跟鸿海一样多 好 那我想鸿海一百多块 那当然它的一个股本不一样 获利 实质的获利当然也不一样 虽然EPS一样 但是它毕竟来讲 相当的来讲本一比比较高 可是如果说纯电动车来看的话 我觉得玉龙应该就会是首选 从当时我跟大家一路的一个分析 到前几天还在回到回测月线 我还是说这边还是可以做布局 那你看投信 外资 之前是外资一路买进 然后接下来就是投信开始买进 现在的一个走势 我认为是非常有机会 跟4月份的华星一样 题材很像 就像婷娟讲的 又是要充斥新能源 车又要充斥相关的一个 储能相关的题材 那我想这边继续涨 我认为还是持续往上看高 净值有56.1 题材都没有做一个操作参考 现在连净值都还没到 今年反而大概都可以赚5块多 那我想这低档 跟大家建议的个股 这边持续看好 那当然车电它持续的带动 相关的一个个股 今天其实不管是像1319的东央 这还是强很强 也是同性持续在做一个买操 所以我会认为车电 当然是一些的趋势方向 那在这里面的话 如果再说还有相对比较低的 我想这应该还是来自于 相关的一个基础建设的部分 好 那包括说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现在有拉回了3207的一个要胜 在这里面又回到了一个 这一波段回挡的幅度 将近10个percent 其实来到这里 应该也还是一个机会 另外的话 像车灯的一个题材里面 1522的一个TVC 那它这边整理的一个幅度相对不错 那我觉得还要有机会 6255的一个地堡也都是空间 但这一些都是前面已经涨多的 车电族群 好 那我会认为说 今天其实如果投资源 有再去做一个 整个操作上的一个转变的话 我是比较不会建议大家 去追这个已经大涨了 反而是我认为接下来 在整个跌生的族群里面 会有些有机会 尤其我看到今天 虽然台积电在底 但是我看到有一个族群 却是开始进行反弹 而且前段是接很深的IC设计 你来看今天的 没有看IC设计 可是今天的联发科 还是严重贴席 难道不怕它 还是压抑到了IC设计族群的气势吗 好 我想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联发科其实这一段 它是因为出席 有昨天的气息慢压就先跌 但这一段其实你说直去看 它从高点的6月8号的位置 相对来讲933块 它跌的幅度相对是少的 很多的IC设计股 它这一波段一跌 也就是跌的大概三成到四成 它跌幅其实相近只有10%而已 那今天是因为除息 再加上这个市场上比较担忧 这个外资时序卖超 所以它今天有点贴席的状态 那我去看到的话是 已经有人是跌了三成 开始进行反弹的 比方说今天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IC设计里面 前一段时间最强的 创意其实这一波段 也跌到的季线附近 可是你有沒有发现 有一个很妙的地方 之前在涨是投信一路买 然后投信在高点 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个出托 但是外资却是在高点 在开始介入 我看了一下 这段时间几乎连续六天 创意从570块钱 一路跌到昨天 470块的过程里面 外资是连续性的买潮 而且买的幅度 已经来到2000多张 那我认为 这边它应该是有一个 跌升性反弹的机会 季线的趋势还是像 还在这边是作为一个 震荡的一个格局 我认为它来到这里 是上一波的起涨点 我觉得这边反而是有机会 那再来就是 我们看到像3661的 一个四行KY 这一波段从 这个高点跌到反弹 6月1号反弹到季线之后 一路的一个下跌 那你去看 这一段时间谁在卖 都是投信在卖 那投信作涨结束了嘛 提前作涨 然后从6月8号这天 一路的一个卖潮 好 来到昨天 已经卖了3000张 但是外资过去 四天又开始在这边 逢低承接 所以承接了四天之后 今天有机会 我认为它有机会 再去往所谓的一个 五日线去做一个挑战 昨天是波段下跌的最大量 那我相信 昨天的大量去 只要高点一突破 这个反弹应该是来去 挑战前方的月线 那再来就像6531的爱普 那这一波段 也是跌得非常快 好 那你看 它的高点是出现在6月1号 当中可是从进场 就隔天爆量 6月2号爆量之后 震荡整理完之后 在6月8号 没办法再去创高之后 你们有发现 安逸蛇气的事件 都在6月8号 然后开始进行回调 那你回调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认为 这边它基本上 最近的融卷减股也非常大 那这有两个 一个大量区 这个反弹其实它 下跌过程 其实这样都没有非常大 昨天这个高点 如果能够有效越过 那这一波 应该反弹也要协星际限 我会认为说 其实很多个股 都是在操作过程里面 还是先去找它 现阶段资金 比较有意愿去做操作的 而现阶段的 很多涨多的个股 我认为如果你第一档 有布局 就像玉龙 我觉得第一档有布局 那当然你就持续持有 持续看好 因为整个波段 应该还没有结束 禁止还有56块 但是如果你现在去追 相对来讲 它的一个 利润空间会比较小 可是你看 今天只要一个清坛 很多的一个 IC4G 反弹都会非常强 我认为这一块 大家可以开始做留意 毕竟 5月底的时候 当那时候 指数来到相对低点 第一波再反弹 是谁带头 其实IC4G的创意带头 那当时候包括像 创意 爱普 智新 这些是当天 正在5月27号 25号的时候 有多往上攻的 那我认为这个时候 又回到当时候 那个价格的话 我反而认为 这些未来的机会 相对更好 好 那风我们持续 也帮大家快速看一下 因为目前大盘的一个 跌点又稍微 有点点扩大了 金融股的部分 稍微在盘中 有一点点加入到了 一个跌势发展 目前的航空股 这个拉回速度也快 最近的一个操作 难度真的变高 你有什么提醒 我们快速总结给大家 好吗 好 我想现在的一个操作 其实大家特别留意到 因为整体的市场气氛 还是非常不稳定 而且融资期 最近持续在进行下跌 我认为融资在下跌 整个筹码会变好 但是你要去留意到 它未来的一个产业发展 到底会不会特别大成长 如果说有大成长 但股票也已经涨过一大段的 这个我觉得不会是首选 但如果有大成长 股票是有怎么样 环部往上跌高 那情况转线上 大家会发现很多 当中可热冲的一个 走市完之后 股票会怎么样 会出现比较大的震荡 可是如果以航空来看的话 长黄航跟航空 应该是很早很早 就开始起涨了 对不对 好 那既然已经涨这么久了 我认为他们这边 以区间操作为主 反而我在一直跟大家报告的 相关的一个 领主舰供应链 汉祥 祖龙 陈田 宝一 他们陆续续都有强势 但我认为 适合投资朋友操作 还是很想 我觉得投资朋友 可以特别去留意到 他回测到了 这个半年线位置 那整个地线趋势 还是向上 整体的价格 还相对便宜 以明年的一个 1PS获利 可能可以调到 2.8到3元 那现在的一个 本应比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低 提供投资朋友 做给操作上的参考 好